在大尺度到底要怎样大尺度 这已经很大尺度了呀 这已经超大尺度了吧 是不是 就已经到1了 1了 在大尺度就到0了 其实每年都还是会想要去热一点的地方 至少穿个Begini啊什么的 但还没有 今年还没有机会穿到Begini 所以我今天就当今年穿Begini了 也清朗也挥花 也从今熬摇摇 在闹中 在猫中 在围子沉睡了以后 就活着去放 不滅不休 刚刚导演跟我说啊 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一站 就是TOPPOOS的这个 刚刚这部电影里面的其中一个地方 一个景点 结果没想到 我离她的距离是这么近 很喜欢夜友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它给我有种梦幻感 我自己在感受它的时候 真的感觉像在平行时空的不同的自己 要请来 好啊 我想要请你的第一站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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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她有贝哥起了 对 我跟她在车上稍微对了一下 我就这么巧 我有一个好朋友 可是我们已经差不多 因为疫情 然后差不多快两年都没见 然后我记得特地飞到LA 没想到 她就都住在我们住的地方四分钟 哈哈哈 超级近 所以我们就约好 然后今天早上去运动 然后本来我们说跑五公里 然后他带我去做了一个 高阶的一个有氧训练 其实在过程里面我没把我再吐 就是吃了东西把它吐出来这样 喂 吃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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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命总是会有很多的选择题嘛 那看你要想要选择哪一个 但其实我们心里都有答案 只不过希望 你只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硬币可以 能够更加肯定你心里的这个答案而已 但我这个硬币 两个答案都一样 明明知道这个答案 但总是还是想要自己学一下 我曾经有试过考试的时候 哈哈哈 发现我可以熬夜 哈哈哈 这精神做得超好的 你怎么回话 你怎么回话 你最 long回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